这一讲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灵活交流书店 灵活交流书店呢我们英文的表示方法是这样 我们一般呢把它简称为FAX FAX灵活的交流电流书店系统 就是灵活交流书店 那么灵活交流书店呢系统FAX呢 我们通常呢也把它称作一个叫柔性交流书店系统 也把它称作柔性交流书店系统 那么这个交流书店系统呢 它实际上就是利用大功率的电力电子元件 构成的装置来控制和调节交流电力系统的运行参数 或者网络参数 从而呢优化电力系统的运行状态 提高电力系统的书店能力的一种技术 就是灵活交流书店 这个里面呢我们要特别来注意一下 它主要呢是运用大功率的电力电子器件构成的装置 来控制和调节我们电力系统的运行参数 除了运行参数以外呢还有一个电网参数 它可以呢控制和调节我们的电网参数 这一点呢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通过我们这个电力系统一 也就是我们电力系统的稳态分析计算 大家已经看到 我们这个在真正的 常规的电力系统当中 我们调节运行方式 运行参数的手段呢并不多 比方说我们调节频率 就是一个通过这个改变 这个进气量 来通过调速器 那么来控制 来通过现在的比较先进的 就通过这个AGC自动发电控制器 那么它来控制系统的频率呢 在规定的范围内 再一个我们控制的方法呢 就是来进行电压的调整 这是我们在前两节给大家介绍的 那么都是通过 比方我来改变变压器的变比 那么实际上呢 它是通过一种机械的手段 来把这个变压器的变比 从一档换到另一档 通过机械的方式来 来来来来来调节它 那么这种机械的方式来调节的话 那么它实际上对系统呢 是有一定的冲击 它不是一个平滑的过程 那么而且呢 它在我们在分析研究的时候呢 这些都是一些离散性的变量 那对电容器 那我们只能一组一组的来投 那电容器的调节 它不是一个灵活的过程 那也只能一组一组的调节 投入的时候按组调节 那么我们把它 从系统当中切除的时候呢 也必须呢 要按这个组来 但也必须要按这个组来 把它一组一组的切掉 那么因此它对系统来说呢 又是一个不连续的一个变量 那么对系统呢 也有一定的冲击 那么调相机 它比较方便 那它调节比较方便 它可以呢 平滑的呢 从前级到过级 但是呢 它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旋转设备 那么我们用起来也不是很方便 从这个调节运行参数上面来说 那么对于我们能够采用的手段 你比方说这个电抗器 要不然这个并联电容器 并联这个调相机 我们都必须要通过开关把它并上去 通过开关把它并上去 那么这个 它的参数的调节呢 都是存在一定的问题的 都存在一定的问题 尤其对电容器 那我们的最大符合的是要把它投入 最小符合是把它切除 如果我们一天之内动好几次 那么这种机械开关也容易损坏 这个是从这个系统的运行参数的调节 这样 那么从系统的网络参数来说 那么我们基本上没有很多的调节手段 从我们前面介绍的我们知道 我们现在的一个调节手段呢 就是在这个输电线路上面串联电容器 在输电线路上面串联电容器 那么输电线上面串联电容器 电容器我们刚才说过 它是一组一组的来投入 一组一组的来切除的 那么因此使得我们线路上的参数的变化呢 也是台阶型的阶梯型的 那么这个对系统来说 也会有一定的冲击 另外呢 我们在前面给大家讲过 加压变压器 如果我们加一个综合性的加压变压器 通过调节这个加压变压器的 这个电源变压器的负边的分接头 也可以达到来调节系统 这个功率分布的目的 但是呢 这个调节呢 全部都是机械型的 它很容易损坏 除了它是一档一档的以外 它还容易损坏 那么在这个电力电子技术没有发展之前 那么我们对电力系统的管理呢 就仅限于这些手段 那么随着这个电力工业的发展 用电量就是日益增多 那么系统的这个安全稳定的运行呢 那么就带来 就是这个要求呢 就提的很高 那么只是由我们这些传统的方法来调节手段 显然是不行 那么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 那么有美国人 他们呢 就 就开始呢 来研究了这个 灵活交流输电系统的 这个FIX装置 来进行它 就来进行系统的一些调节 下面我们看一下 我们电力系统的这个潮流控制 就是当这个系统当中呢 我们不加任何控制的时候 我们网络的功率的分布呢 是一种自然分布 它可能出现的功率分布不合理 而且呢 也不一定满足安全经济的要求 对这样子一个环形网络 我们在第三章中 在第三章中我们曾经给大家介绍过 它的这个功率分布 初步的功率分布呢 比方这个SA 它的分布情况呢 是跟这个网络的阻抗有关的 是吧 我们知道这个SA计算出来是用例句法 我要求SA 就相当于用这个Z1乘上一个这两个组抗的共额 加上S2乘上Z3的共额 再去除上三个组抗的核的共额 就这公式 我们求 如果要求这边的功率 对吧 假如我们把这边功率定乘SB 那么它就等于什么呢 等于S2乘上一个Z2加Z1的共额 Z1共额加Z2的共额 再加上S1乘上Z1的共额 去除上三个组抗的共额核 那么得到这两个功率以后呢 如果我们在不考虑功率损耗的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条直路的功率 那么就可以得到这个网 环形网的初步的功率分布 那么这个初步功率分布呢 就是按网络的主抗来决定的 如果这个主抗确定的情况下 网络的这个功率也确定的情况下 那么它的这个功率分布在网里就是不能变的 这就是我们称作它是一种自然分布 这个分布呢 并不一定是网络最优的分布 这个呢我们可以通过数学的方法来证明 那么要使得这个网里面的网损最小 它的潮流分布呢 不是按阻抗分布 而是按电阻分布的 这个我们就不去证明了 那我们只用这个结果 就是它按电阻分布 那么这样如果我们想要来调节它 如果我们没有手段 那就没有办法调节 那我们就没有办法来调节它 那么我们在前面讲了 那我们现在的用传统的方法调节是怎么样 就是在这里面加一个加压变压器 在这里面在我们这个环形网里加一个加压变压器 由这个加压变压器呢 来得到一个辅加的电视 那么由这个辅加的电视呢 来改变这个环网里面的功率分布 那么这个辅加 那么我们怎么来调节它呢 就是这个加压变压器呢 它有电源部分 它的电源部分呢 在它的这个电源变压器的二次饶组上面 有分接头电压 那么我们通过机械的方式 来调节分接头的电压 那么我们调节纵向的这个加压变压器 它就调节了有功 调节横向的呢 在调节纵向就调节了无功 调节横向的就调节了这个环网里面的 这个有功的分配 那么因此呢 对于这个的分配呢 就是对于这个潮流的控制呢 我们首先看出来 在系统当中 它有一个潮流控制的一个要求 有一个潮流控制的要求 那么尤其我们刚才看到 尤其呢 我们刚才看到 我们的这个功率呢 它是按这个阻抗 它和阻抗呢 是成反比的分流的 那么因此 这个是像对两条线路 我们刚才这个呢 是这个一条线路 是一条线路的时候 如果是两条线路的时候 它的阻抗就是 它也是按这个阻抗来分配的 那么阻抗小的一侧呢 它的输电 回路里面的电流很大 那么因此呢 在这种情况下 它就经常会发生呢 一条线路已经达到了它的热极线 而另一条线路呢 还没有充分利用 那么这样呢 就所以就提出了这个 控制潮流的问题 那么控制潮流 我们刚才讲的 就是在这个环网当中 加这个循环功率来改变它的分布 这个循环功率呢 那我们就要求出它的这个 求出它的这个 辅加的这个电视 那我们要求出它的辅加的电视 这个电视呢 首先我们把它最优分配的功率得到 然后呢 把它自然功率分配得到 那么去乘上这个Z 除上它 就可以得到它的两个电视 这实际上是我们那个 循环功率的公式 那这是我们 就它们两个呢 我认为它是个循环功率 那这个循环功率呢 等于辅加的电压 乘上UN 除上一个Z的 这个 这是我们前面讲 循环功率所得到 这就是一个循环功率 就等于我们要加 这么样一个电视 让它造成这么一个 循环功率出来 那么这个电视里面呢 前面呢 就是一个纵向的分量 这个可能是个横向的分量 在这个我们认为 网络当中呢 R小于小于X的情况下 认为R小于小于X的情况下呢 那么我们就可以呢 得到它的这个循环功率 这一部分呢 是控制它的有功的 这一部分控制它的无功的 那么从上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 从上面我们就可以看到 那么它的这个 也就是它的须部 我们称作它的 电压降落的 这个横分量 是控制有功部分 它的这个重分量 是控制这个无功部分 控制无功部分 那么也就是说呢 这个传统的 我们用传统的这种 调压变压器 加压变压器的方法 来调节系统的 这个功率的时候呢 实际上呢 采用的都是用机械的开关 它的动作很缓慢 而且不连续 而且这个机械开关的寿命 也比较短 那么随着这个 电力电子技术的发展呢 在这个20世纪70年代 直流书电 还有包括 静止无功补上装置 以及SVC呢 获得了应用 在这个1988年 美国的电力科学院 APRI APRI是它的简写 它就提出了这个 柔性输电 就是FAX 就我们刚才说到的FAX 这个柔性输电 它这个柔性输电的目的呢 就是要对系统的潮流 来进行灵活的控制 并且来提高这个线路的传输容量 那么它的这个思想呢 就是用电力电子装置组成的器件 来控制电力系统 来提高这个系统的安全性 和提高供电的质量 那么我们刚才讲了 这个柔性输电技术呢 实际上它就是呢 用这个电力电子的器件 来构成一种装置 这个装置呢 接到我们系统当中去 它就可以控制 它就可以控制和这个 调节呢 我们某些点的电力系统的 运行参数和网络参数 那么从而呢 就优化我们电力系统的运行状态 提高系统的这个输送能力 那么这个FAX 这个它使用的背景呢 产生的背景呢 我们再简单的说一下 就是由于呢 这个电力复合呢 它不断的增加 那么使得现在有的 现有的这个输电系统呢 在现有的运行控制技术下 已经不能够满足 长距离大容量的 这个输电的需要了 这就是我们讲的交流输电呢 由于它存在这个稳定问题 存在一个功率极限的问题 那么我们既然存在功率极限 在某一个电压等级下 它只能输送这么多容量 那么我们就只能再多加线 那么这种呢 实际上多加线 像我们刚才也看到 它也带来很多其他的影响 那首先 它占地就很大 对吧 第二个呢 由于环境保护的这个要求呢 架设新的输电线路呢 受到了这个 这个线路出现走廊 这个短缺的一个制约 对吧 那么因此呢 我们就应该挖掘现有的输电网络的潜力 来解决呢 来提高它的这个输送容量 来解决这个输电问题 这个呢 这个呢 一个 FACS出现的一个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条背景 第三个呢 就是由于呢 大功率的 这个电力电子元件 它的制造技术呢 日益的发展 而且它的价格呢 也越来越低廉 那么使得呢 用这个柔性输电技术来改造 已有的电力系统 在经济上已经成为了可能 对吧 你只有技术上可能 但是它投资很大 那么也不能够实用 对吧 那么第四个原因呢 就是由于呢 计算机技术 还有通信技术 还有控制技术方面的快速发展 和计算机的广泛应用 那么它为呢 柔性输电技术 发挥它对电力系统 快速灵活的进行调整控制作用 提供了支持 对吧 那么因为这个 并不是说我们在系统当中 加一个这个Fax装置 你就能用 你必须要对它进行 这个控制和调整 那么你的这个控制和调整 要在什么基础上呢 一定要在计算的基础上 我从系统当中采集来信号 那么我就要用到这个通讯技术 采集来信号以后 然后我们要进行快速的计算 那么计算出来 我们才能够发出指令 让它怎么样来控制 怎么样来动作 那么这个呢 也就只有在计算技术 还有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 都发达的情况下 我们才能配合这个电力电子的装置 来对我们电力系统进行控制 第五个呢 就是它的这个产生的背景呢 就是电力系统运营机制的市场化 使得电力系统的运行方式呢 更加复杂多变 它不像传统的那么统一管理 对吧都一种模式 那么在电力系统呢 采取电力市场运营的情况下呢 它就应该满足 就是我们电力系统呢 应该尽可能的满足市场的参与者 各方面的技术经济的要求 那么这就要求呢 我们对电力系统呢 能够更好的进行 这个有更强的自身的控制能力 在这些情况下呢 就产生了这个facts 那么传统的交流输电系统 它存在的问题 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传统的输电系统呢 就是我们这个 这个电力系统的局部故障 如果处理的不当呢 就会造成事故的扩大 那么危及到我们整个的这个系统 再一个呢 就由于这个稳定性的问题 那么使得线路呢 得不到充分的利用 这我们讲到一条输电线路 它的输送这个容量呢 它的输送的功率呢 是由两端的电压 和它的这个线路的这个 电抗来决定的 那么输电线路电压 我也不能越做越高 做太高 绝缘问题不能够解决 但是同样的这条输电线路 往往它的稳定极限呢 都是低于它的热极限的 它的热极限是什么呢 就是说 我通过的这个导线的容量呢 达到了它的材料的这个融化点 这是它的热极限 那往往呢 我们的这个输送 输电的这个输送容量呢 距离它的这个热极限 还差得很远 那么因此呢 就是由于交流的这个稳定的问题呢 使得这个线路不能充分的利用 另外呢 就是短路电流呢 我们这个电力系统呢 随着这个越并连越大 随着这个电力系统越并连越大呢 它的短路容量就越大 那么因此呢 它的短路容量越大呢 短路电流呢 随着系统的短路容量也在不断的增大 那么这个短路器呢 它在短路容量和这个热稳定的方面呢 都不可能满足要求了 另外呢 就是我们电力系统的结构呢 越来越复杂 而且我们调控的手段也很缺乏 这个我们刚刚讲过 在系统传统的情况下 也就只有这几种调节方法 而且这几种调节方法呢 基本上都是用机械的方式来调节 用开关 用分解头的方式 机械动作的方式来开关 那么因此呢 安全运行管理的难度都比较大 那么我们知道在电力系统当中呢 主要的开关呢 我们都是用的机械开关 机械开关它的这个缺点 那么它的局限性呢 有这样几个 一个呢 它调整的速度慢 因为机械的东西 机械的东西比电器的东西反应 肯定是要慢 再一个呢 你能够调整的频率是有限的 也就是说 你能够开关的频次数是有限的 因此在电力系统当中 你比方电容器 并连电容器 它都有规定 一天内 你不能超过多少次 你这开关的动作 不能超过多少次 你不能够随心所意 最大符合 我就把它头上的最小符合 我就把它切除 一天到晚的 劈里啪啦的 这个开关 在不断的动作 那这个开关 没几天就坏了 它开关动作的频率呢 是有限制的 但是我们要用电力电子 就没有这个问题 电力电子的开关呢 那么我们来通过控制 它的导通和关断 非常容易 它不存在这个问题 再一个呢 我们的机械开关呢 它的可靠性比较差 对吧 你像这些机械开关 那么你发生一些 这个机械故障 就不能够动作了 对吧 或者呢 它就误动了 对吧 就有这种情况 那我要它动的时候 它反而没动 不要它动了 它反而动了 但机械的东西的控制 相对又复杂 对吧 那么可靠性还差 再一个 它的这个机械动作的 反复动作 它的寿命也比较短 对吧 这都是很显然的 嗯 那么我们的这个 灵活交流速电系统呢 它就是用这个 大功率可供规部件 组成的电子开关 来代替现有的机械开关 它能够灵活自如的调节电网的电压 公角和线路参数 那么就使得我们电力系统呢 变得呢 更加灵活 可控 安全 可靠 从而呢 能在不改变 现有网络结构的情况下 提高网 系统的输电能力 增加它的稳定性 对吧 我们常规的这种调节方法 都是机械开关 对吧 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些机械开关呢 都能够用大功率的可供规组成的 电子开关来代替 很显然 那么我们调节就很方便了 对吧 那么前面我们讲了调节系统的电压 要不调节分接头 要不加装这个无功补上容量 这都是机械的东西 对吧 那么如果能够用电子来调节 就更容易 像改变线路的参数 我们原来呢 是加一个这个固定的电容器上去 而且这个电容器的大小不能变 对吧 那么我们改变它的时候 只能一组一组的来改变 一组一组的来改变 不能够平滑的改变 同时呢 那么 要用机械的部分来控制它 如果我们要用这个FIX系统的 就是用这个大功率可供规的部件呢 来代替我们这些 那么就使得我们线路的参数的调节 也可以随心所欲 但我要它容姓它就容姓 我要它感性就感性 而且大小都可以按照我们的要求呢 自动控制来变化 那么这样呢 对我们整个系统的控制呢 就更容易了 对吧 这就是向我们提高这个系统的输送容量 对吧 那么我们如果把时间线路上当中呢 加一个这个可供规 那个调节的 对吧 这个电容器 加一个这组电容器 那么它就可以呢 按我们的要求平滑的调节 这个电容器的大小 那么就和电抗共同作用 比方说我减小这个电抗值到多少 提高输送容量是多少 这样也增加了我们系统的稳定性 那你这个稳定极限 你这个提高输送容量以后 稳定极限就提高 那么对整个系统的这个稳定性就更好 那么这些FIX装置呢 这个FIX的控制设备 它介入这个电力系统的 有这几种 有并连型的 有这个串连型的 还有混合型的 那么总体来看 这个FIX控制装置呢 它接入系统的方式 就有这样三种 并连型的 串连型的 混合型的 这个并连型的呢 就是我们前面在讲 这个电压调整的时候 也曾经给大家讲过这个禁止无功补上装置 SVC 那么这个禁止无功补上装置 这个SVC呢 它呢 就是并连在这个系统当中的 并连在系统当中的 它实际上呢 这个比较完整的这个禁止无功补上装置呢 它有很多种 有很多种类 一般呢 它是用这个金杂管控制的 金杂管控制的电抗器 和电容器相混合起来使用 混合起来使用 那么再加上呢 这个固定的 这个就是可投切的电容器 再加上可投切的电容器 那么再加上一组呢 滤波器 共同呢 就组成了一种禁止的无功补上装置 那么金杂管可控的这个电抗器呢 通过来调节这个金杂管的导通角 来改变电抗器里面流过的电流 那么实际上就来改变了这个电抗器的数值 就是你电抗器 我在这个电抗器调的小一点的时候 它的电流就大 电抗器调的大一点 那电抗这个电流就小 那么它和并联的电容器共同作用 就使得我们的这个发出的功率呢 可以是容性的 可以是感性的 那么就代替了我们调相机 传统的调相机的作用 而且我们想把它从系统当中切除也很容易 我们把它这个角度关断 就让它不起作用了 那就代替了这个机械的 那么这样也使得我们这个 这个可靠性提高 这是一种情况 另外呢 还有一种呢 就是禁止同步的调相机 Statcom Statcom呢 这个呢 它主要呢 就是起个无功补赏的作用 就是专门起个无功补赏的作用 这个Statcom这个东西呢 它实际上是利用了现在的电力电子技术的 这个PWM的这个控制技术 用这个自动的来调节它的这个频率的宽度 来调节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 就是脉冲宽度 来调节这个脉冲宽度 那么来使得呢 我们这个交流可以变成直流 交流变成直流 那么同时呢 它也就可以起到一个 把直流变交流 比方说我们有 有一套这个 呃 变流装置 一套变流装置 这个变流装置 我们给它一个固定的 一个电源 这个电源呢 可以是一个电压源 也可以是个电流源 组成了一套直流系统 组成了一套直流系统 然后呢 我们加上这个变流装置 那么加上这些 呃 这个这个 可用硅 可以控制的可用硅管 对吧 然后呢 再采用这个 呃 PWM的这个技术 对吧 我们就可以呢 根据我们的需要 把这个直流呢 变成我们需要的 这个呃 交流的无功 对吧 我这个变化的时候 只要根据 它和交流侧加入的母线 使它的电压 超前这个母线 或者之后这个母线 对吧 超前90度的时候 那么它就是个容性的 之后90度 它就是个感性的 通过来改变它的这个 呃 和我们接入系统的 电压的变化 那么来使得它输入 向系统输入 这个感性无功 那么也可以吸收感性无功 那么实际上 它就变成了一个 静止的一个 调向机 对吧 它就变成了一个 静止的调向机的作用 对吧 那么这个在 也是一个 Fix装置的一种 对吧 它完全是用电力电子设备 来组成的 那完全是用电力电子设备 来组成的 另外呢 有串联型的 串联型的呢 它实际主要起的作用呢 就是改变 线路的参数的作用 对吧 比方这个可控串补 这个可控串联补上装置 那可控串联补上装置呢 就是我们在讲这个 呃 电压调整的时候 我们讲可以在线路当中 串联电容器 它就是加了这样一个 串联电容器 只不过这个串联电容器呢 它是可以控制的 它的这个容量呢 是可以控制的 通过我们来改变它的 这个导通角 来控制这个 电容器的容量 那么从而呢 来 呃 那个那个 改善我们这个系统的 呃 等值的变感 对吧 那么也就改变了这个系统的 传输的容量 因为你线路参数发生的变化 对吧 那么你就改善了你的这个传输容量 这个呢 已经有了实用 对吧 在电力信用当中有了 已经有了这个实用的范例 像我们这个 在甘肃境内 在这个 壁城线 壁口到城线的 20的输电线路上面 就装了一个这个 可控串联布场装置 这样使得呢 这个壁口电厂的电呢 可以送出来 提高了整个这个输电线路 20这条输电线路的 输送的技术 输送的容量 对吧 这就是这个串联型的 另外有混合型的 就是既有串联 也可以这个并联 这个呢 比较典型的呢 就是统一潮流控制器 对 就是这个统一潮流控制器 这个统一潮流控制器呢 它呢 等于就是 把这个 并联的和串联的 就是用电力电子设备 把这个 系统当中 我们可以并联的部分 和串联的部分呢 都用 这个电力电子设备呢 把它接入 把它接入 那么 使得它呢 能够完成我们电力系统当中 所有的调节方式 就是你 对它进行 对混合型的这个 电力电子装置 进行调节以后 它可以达到 并联 电容器的目的 如果需要的时候 我还可以把它 变成并联电抗器 同时呢 我也可以把它做成了 一个电 这个这个 无功补上装置 对 我可以把它做成 无功补上装置 需要 像系统发无功的 它就发无功 需要它 吸收无功的时候 它就吸收无功 同时呢 还可以把 这个输电线路的参数 对 根据我们的要求变换 就你既可以把它 输电线路参数 搞成 就是感性的 也可以把它搞成 荣性的 也可以让它在 感性和荣性之间变换 这样是不是就是 把我们所有的系统的 前面讲过的 传统的调节方法 我们用一个 混合型的一个 FACS呢 就可以完成了 这个混合型的FACS呢 在美国呢 也已经有了这个产品 也已经用在 实际工程当中了 我们把这个混合型的 这个FACS呢 就叫做 统一潮流控制器 它所能够起的作用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就你既可以把它 调节成 让它变成一个 并联的一个电容器 也可以把它调节成 一个并联的电抗器 那么也可以把它 调节成一个 并联的 无功不少装置 也可以把它调节成一个 这个串联的一个电容器 所有的这个调节呢 都是在很灵活 很方便的方式下进行的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来 大概的看一下 这个并联型的 这个装置呢 大概呢 就是这几种 一个是可攻规控制的 电抗器 这就我们刚才讲 禁止无功不少装置的时候 就给出了这个 再一个呢 可攻击操作的电容器 这两者共同 这两者共同的来 就可以组成我们的禁止 无功不少装置 还有一个呢 是磁控器 磁控式的一个 那个可调的电抗器 因为我们在系统当中呢 尤其在这个超高压 数电线当中 我们要加电抗器 那么我们这个调节的 电抗器的大小呢 应该可以调的 对吧 那么一般用这种 再一个就是我们讲到的 这个禁止同步调向器 STATCOM 对吧 就是说 用这个 PWM技术 来变换 无功的 对吧 使得它能够 发出无功 能够 这个 吸收无功的一个装置 这实际上就是我们一个 禁止的一个调向机 这些呢 就组成了我们系统的 禁止无功不少装置 我们统称呢 把这些装置呢 统称为这个禁止无功不少装置 SVC 那么这个串联型的 串联型的呢 这个呢 就是一种 这个可投切的串联电容器 那么我们可以根据这个 导通角来改善这个电容的大小 对吧 通过 这相当于一个分流了 对吧 相当于分流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呃 两个返箱并联的 这个 二级 这个可 可控硅 再来控制 这个电容器上流过的电流 那么 因此呢 也就 控制了这个电容器的 容量的大小 同时呢 我们还可以把它 这个 利用这个管子来 把它 开断 或者投入 对吧 当我们把这个管子呢 完全关断 对吧 完全关断的时候 那么这个电容器呢 就全部投到系统当中 我们让它全部导通 对 让它全开 在全开的时候 那么实际相当于 把它短路了 把它就切除了 对吧 用电的电子装置 来完成这些任务 可以灵活的来投切它 另外一个呢 就是 这个我们讲过的 可控硅控制的 串联电容器 那这个可控硅控制 串联电 它是跟电感连在一起的 我们把它叫TCSC TCSC 那么由这个电容 和这个TCSC组成 然后我们通过呢 改变这个 这个可控硅的导通角 来改变这个 TCSC的电抗值 从而呢 就可以实现 这个串联补上电容器 的连续变化 这就是这个 下面一个就是这个 统一的潮流控制器 这就是我们说过的 这个UPFC 统一潮流控制器 那么这个 统一潮流控制器呢 它可以呢 把可控的并联补上 和这个可控的串联补上 相结合 那么协调的控制 那么它不仅可以对电网 实行电压的控制 还可以有效的调节潮流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刚才 讲过的 这个UPFC呢 它是迄今为止呢 通应性最好的FIX装置 那么它包括了电压调节 包括了电压调节 那么包括了这个串联补上 和仪向等等这些能力 那么它可以同时非常快速的 独立的控制 这个输电线路的有功和无功 它有这么多的 我们前面讲 它有这么多的功能 它把我们的这些 所有的这个FIX装置呢 那么它的特性呢 都包含在里面了 它既能够调节 它能够作为电容器 调向机运行 那它当然就可以 这个调节这个系统的电压了 那么它又可以作为 这个串联补上 和一项的作用 因此它又可以调节系统的功率 那么跟我们前面讲的 我们可以把它 有功单独调节 也可以无功单独调节 也可以根据要求 有功无功全部来调节 这个呢 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FIX 那么我们呢 这节课呢 这一讲呢 给大家呢 就是增加一些这个交流 直流书电和这个FIX的 也就灵活交流书电的概念 那么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这个学生 对这些先进技术呢 要有所了解 那么当然在这个电力系统当中 除了这些技术以外 那么还有一些很新型的技术 尤其在书电方面 比方说用紧凑型的书电方式 那么现在用的这个分屏书电方式 对吧 那么它都是呢 从想办法呢 是从这个提高系统的输送容量 对吧 来使得系统呢 它能够更经济 更这个安全 更可靠的来运行 像这些技术呢 希望大家在平时的学习当中 和平时的这个自学当中的去注意 我们就不给大家意义的介绍了 那么我们这一讲呢 主要给大家把这个 把这个Facts装置 也就是灵活交流书电的东西呢 给大家一些概念 那我们知道 灵活交流书电是怎么回事 对吧 那么大概有哪几种类型 对吧 那么并连形串连形混合形 它的作用都是什么 就可以了 这个是作为我们一种扩展知识 这部分的内容 这两节课的内容呢 就是作为一种知识的扩展 不是我们的基本要求 那么这一讲呢就到这儿 和来没有说我们的组合 这个组合 这个组合 我们的组合 转发